自从我们菩提中心 在2009年正式落成开光之后 这十多年来 每逢清明这个时间 菩提中心都定期的举办清明法会 清明法会对我们菩提中心来讲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会活动 因为这边有报恩塔 所以我们春天有清明的法会 做回向 然后秋天就是鱼兰喷法会 玉佛圣那边结束之后 我们就上来做个回向 春秋二季 为这里的过往仙人 做一些祝福 做一些回向 当我们佛教里面 用这个法会 用这个回向 的这些称呼 来表示 或者是说明一种活动的时候 其实我们 大家要了解 我们法会 回向的意义 基本上呢 我们还有一个名词 就是超度 不管我们做什么法会 我们做什么回向 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超度大家 超度大家 我们听到超度 我想呢 有的人呢 就会想到说 哦 像我自己 我父亲过世了 我要超度父亲 我要超度母亲 我们都想到说 过去的人要超度 其实呢 这个超度啊 我们用百话文来讲 超就是超越 或者超脱 这个超越超脱 其实呢 就是表示 人呢 要升华自己 不要停留在 愚痴无名的 这个层次 不要在 烦恼之中 打转 我们要超越 这个烦恼 我们要超脱 这个生死的束缚 超就是 超脱 超越 升华自己 提升自己 那 超度 度呢 就是说 从这个地方 不安乐的地方 度到安乐的地方 因为释迦牟尼佛 在讲经说法的时候 前面常常就是恒河 那佛陀呢 就批语说 此岸是不得自在的 生死 彼岸是涅槃寂静的 地方 我们呢 要想办法搭船 当佛法之船 渡过这条河 从此岸到彼岸 这是渡的意思 所以我们听完这个定义之后啊 我今天呢 借这个机会 给大家说明 或者是重复的提示一下 我们这个超度 其实呢 不只是超度过去的 这个王者 我们要超度自己 我每天都在超度自己 因为呢 我们也是一样 要升华自己 提升自己的 生命的 这个境界 我们要离苦得落 从这个烦恼 痛苦的 这个此岸 度到无烦恼的彼岸 所以这个超度呢 我今天是想要强调一下 不只是为王者超度 其实我们 在世的人 我们在世的人 我们每天 也要超度自己 今天这个法会啊 其实呢 就是自度度人 我们自己超度自己 同时也超度王者 那这个呢 是我们办法会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参加的人 都应该了解说 这个超度是 使用在我们现实的大众 也使用在未来 而不是 就是已经往生的大众 那这个呢 我们明白之后啊 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要想办法的 这个自度 同时呢 我们要发个心 度 这个其他的大众 那佛教里面 讲到超度的时候啊 其实方法 就是这三种方法 一个方法是 诵经 为什么诵经 因为经里面 都是讲一些道理 诵经的目的 就是说法 讲道理 让我们自己明白道理 明白人生的真替 不要糊涂 不要盲目地在那边呢 根据情绪 在这个打转 所以诵经 其实就是说法 就是希望呢 我们明白道理 我们活的人要明白道理 死亡的人也要明白道理 明白道理之后呢 我们才不会继续地做 不正确的事情 特别是我们在选择 选择我们的未来 我们现在活的人 我明天做什么 我要了解 这个道理 人过世之后 我要去哪里 要选一个好的地方 不要根据那个无名 冲动 随便呢 跑到不该去的地方 因为这个诵经 就是说法 就是把人生的真理说清楚 不过呢 我们经的内容很多 今天我们诵的 《阿弥陀经》 它的重点呢 是引导我们自己 也引导王者 了解有一个西方净土 那个地方有佛 有诸大菩萨 在说法度众 我们往生那个地方 就像我们现在 有一所大学 有一个很好的环境 我们到那个地方 继续修学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引导王者 透过这一部经 让他求生净土 不要去别的地方 这个拉斯维加斯 很好玩 但是那个不究竟 我们不要跑到那边去 我们要到哈佛大学 去升学 就这个意思嘛 就这个意思 不过呢 另外的经呢 比如说讲到 这个 这个地藏经 地藏经呢 就是讲因果罪服的道理 因果善恶的道理 我们念地藏经 大概要两个小时 里面呢 跟这个 我们今天念的 欧米陀经不太一样 它是专门强调 什么是善 什么是不善 我们要造什么因 不要造什么因 讲这个因果的道理 如果我们念金刚经 它的目的呢 就是破除人的自我执着 我们人啊 这个我知很强 有了我知之后呢 然后呢 跟别人呢 这个对立 或者是说 自以为是 很多地方思想不能够 这个正确的思维 个性不能够修正 老是跟别人冲突 或者这个是我的 我永远舍不得放下 我们活人啊 放不下的时候很苦啊 亡者放不下也很苦啊 这个我的过去种种 我的茶壶 我用了几十年 舍不得呀 这个执着呢 会让人耽搁 所以这个经呢 有不同的内容 再再都是说法 引导我们 引导王者 走向正确的方向 不要糊里糊涂地 根据自己的执着 在那么盲目地冲动 一个是诵经 一个是念佛 或者念菩萨圣后 我们今天念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是 无量光 无量寿 光代表智慧 寿代表福德 我们希望呢 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我们心中 有一位圣者 叫阿弥陀佛 是我们皈依顶礼 学习的对象 同时呢 透过这一个 佛号 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升华自己 要超度自己呢 就是培养无量的智慧 培养无量的福德 就是那么简单 但是呢 当我们在念 阿弥陀佛 反复地要在念的时候 他得到一个专注力 能够让人安心 我们念的人会安心 王者也会安心 为什么我们 我们出去 住念的时候 有人有病的时候 不安的时候 我们念阿弥陀佛 就是要安他的心 与其胡思乱想 忧虑这个忧虑那个 不如呢 一心念阿弥陀佛 无量光 无量寿 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目标方向 人的心会安定下来 有这个禅定的功夫 可以把它这个培养起来 一个念经 诵经 一个是念佛 或者念菩萨名号 再来呢就是 布施结缘 布施结缘 我们活的人 要不要布施结缘 我们也要布施结缘啊 甚至我们出家师傅 我常常说 我们不能老是 接受信徒的供养 有时候我们也要 跟信徒结缘啊 我们有好茶 这个分享好茶 或者有佛法 分享佛法 或者有什么好的体会 分享这个体会 甚至说 我们有一些钱财 可以布施钱财 我们活的人 要这样做 王者呢 可能没有办法做 所以呢 我们就有时候说 家属呢 可以带王者做 王者的银行 还有点存款 我们这个挪用一部分 带他补食 带他这个救济 帮助需要的人 或者王者的衣服 王者所用过的东西 现在可以布施 给需要的人 这个呢 是佛教所支持 赞同的 但是我们中国社会里面呢 很多烧金银纸 做很多的无谓的仪式 招魂 哎呀 我都讲不出来啦 过奈何桥 佛教里面没有这一套 佛教里面呢 我们不鼓励这些 这个都是中国 社会里面 古时候传下来的一些习惯 习俗 不是佛教的习俗 哎呀 甚至呢 有时候我都觉得 我们要打破一些观念 打破一些执着 有人送骨灰进来 你就挑一个天气好的时候 你有空的时候 我们普提中心 去上市有空的时候 约一个时间就送进来了 但是呢 他偏偏说 要某年某月某日 某一个时候 下午一点半 要送进来 不能早不能晚 万一那天下雨怎么办 那天我们出家师傅 我们有空怎么办 很麻烦 偶尔呢 还会碰到这些事情 这个都不是佛教鼓励的 佛教呢是说 我们欢喜 我们有空的时候 我们大家就安排时间 就送上来 不要再选择时间了 选择时间 自己不方便 人家也不方便 我们常住也不方便 今天我想呢 借这个机会讲一讲 到目前为止 到了二十一世纪 我们还有这些观念 这个呢 要读金刚经啊 要读阿弥陀经 不是 读那个叫什么 这个地藏经 特别是后面 后面的这个下半部 里面讲得很清楚 凭着什么样的动机 来做这些事情 不是说看时辰 就一定是 这个选了一个好的时间 不一定如此 好的 我们讲到 这个超度的意思 然后超度的方法 为什么 我老父亲 已经往生过世 几十年了 我五岁半 他就往生了 我母亲 九八年 就往生了 但是今天早晨 我还给他们 二位回向 为什么还要超度 还要做功德回向 还要诵金回向 那佛教里面呢 大概是有几个理由了 几个理由 如果人刚刚过世 那佛教有个说法 说人过世之后 投胎 转世之前 中间有个中阴身 这个中阴身 短着一个小时 长着四十九天 这个中阴身呢 可以跟我们 有一种相应 沟通 我们说的话 我们想的事情 我们诵金念佛 做好事 他会感受得到 所以这段时间呢 如果我们为王者 做一些功德 做一些好事 他会受益 他会得益 所以呢 这段 这个常常啊 家属们啊 有人过世之后 跟我座谈 我经常鼓励大家 我说你们的亲人 刚刚过世 你们这个未来的 一段时间 你们想到王者的时候 心里面呢 要安慰他 要对他感激 对他起一种啊 这个愉快的心情 默默人对我很好 我们接了很好的缘 默默人呢 很有智慧 经常教导我 默默人是一个好人 我们要向他学习 我们正面思维 王者生前的种种的 这个善行 他的优点 值得欢喜的 高兴的事情 千万不要想这些 烦烦恼恼的事情 哪一天我们吵了架 哎呀我们斗嘴 哎呀我们气得不得了 不要想这些事 因为你想的时候 他会感受得到 想愉快的事情 我们人生一辈子啊 我们什么经验都有 喜怒哀乐样样都有 但是呢我们在 这个某些时间 我们希望分享喜悦 不要老是提烦恼的事情 这个是我经常 给家属大家 讲的一句话 我们想正面 有意欢喜的事情 不要想那些负面 无意不欢喜的事情 当然我们诵经的时候 我们念佛的时候 我们为他不识 结缘的时候 他会感受得到 他会非常感激 那如果我们今天 送了阿弥陀经 王者刚刚往生 他会听得到 他知道说 我要求生净土 往生有佛的地方 那这个呢是一个理由 那另外一个理由呢 比如说我们的王者 我们的亲人 已经过世很久 为什么还要超度啊 为什么还要给他回乡啊 只因为呢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我们不知道他在哪里 以佛教来讲呢 我们这个人 过世之后 去的地方很多 如果王者 已经转世为人 像我现在 如果我过去出家呀 我的徒子徒孙 可能现在为我诵经 一般呢 这个时候 我就不太能够感受得到 因为人的那种通力不足 我们没有这个能力 感受到说 过去跟我有缘的人 好像给我做什么超度 我不太能感受 这个人道呢 我们还不太能够 做些什么 这个帮忙 升天的享福 也不能帮忙 堕地狱的太苦 也帮不上忙 其中呢 就是轨道众生 还能够继续帮忙 所以 优婆色戒经里面 也提到说 我们佛教 为什么要为王者 诵经 超度 做回向 是因为呢 如果我们的亲人 堕落轨道 轨道呢 也是一类众生 他的时间 寿命很长 如果我们做功德 超度的这个佛事 他还可以感受得到 所以六道里面呢 这一道的众生 还可以度 那这个呢 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继续的 来超度 第三个理由呢 比如说 我也不太相信 我母亲 我父亲 一定 为鬼 我觉得他们 多多少少呢 有这个功德善业 应该可以往生到 一个就是别的地方 不一定为鬼 为什么我还要每天 诵经回向 给他们 这个表示 这种超度的 这个意思呢 是因为为了感恩 为了感恩 为了报恩 不管我父亲母亲 能不能够听到 我送的这一部金刚经 但是为了报答 父母之恩 我每天这样子送 每天这样子送 只敬我一份 我们说 圣中追缘 表达感激 表达感恩的一份心情 这个呢 我们就不管说 亲人去哪里 如果我们这样子 做的时候啊 即使王者不得意 没有感受得到 我们送者会得意 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诵经念佛 即使我们在超度 如果王者不得意呢 功德也不会浪费 我们送者还是会得意的 自己得意 我要送钱给你 我要送很多食物给你 哎呀 我收不到啊 我不需要了 那送的人呢 全部自己留着吃吧 就这个意思 就很简单 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呢 我们佛教 为什么那么多年 佛陀注释的时候啊 因为木剑林尊者 他正到俄罗汉国 有天眼瞳 看到他的母亲 堕落在恶鬼道 不得自在 不得饮食 他想救度母亲 但是没办法救度 请教释迦牟尼佛之后呢 佛陀说在七月十五 我们这个出家师父 解下的那一天 大家修行功德圆满 你可以为你母亲 备办饮食 供养十方僧众 把功德回向给你母亲 我们的超度 是这样子开始的 但是呢 我们中国社会里面呢 还不了解 七月十五是僧宝节 还不了解是 是出家师父 进修三个月之后 功德圆满的佛欢喜日 我们以为说 那天就是超度的日子 其实天天都是超度的日子 我们天天 随时都可以做 不是清明节才做的 平时都可以做的 那就那刚才我讲的 我站在出家的 这样子的身份 我了解佛法 我站在为人儿子的 这个身份 我每天都回向给我母亲 不需要选择时间 每天都可以做 只是呢 我们过去的农业社会 就是农业社会 不可能 四十九天里面 天天诵经 所以我们把四十九天 分成七份 我们做头七 二七 三七 四七 五七 六七 七七 把四十九天 浓缩为七天 七次的超度法会 其实有时间 天天都可以做 不要分七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所以来到 我们美国 德州 休斯顿 从佛光寺开始 我就开始给大家讲说 为什么做七的 这个理由 然后打破那个执着 我们就规定了 大家不管哪一家人 谁往生 我们每个星期天 下午一点半 我们为家中的王者 就来回向 那你也不要请假 星期天 大家不需要上班 比较方便 而且大家同一个时间共修 功德广大 所以 玉佛寺一直朝这个方向 破除很多的执着 然后修正一些 我们超度佛寺的做法 我希望今天 给大家讲了之后 我们能够推广这些 政治证件 是佛法的证件 正确的超度方法 最后 今天 我再一次感谢大家过来